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历史悠久的城市河川 河川是八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境内有钓鱼城 来滩古镇等著名历史文化古迹 在河川城内 嘉宁江 福江 渠江 三江交汇涌向大海 非常壮观 诠释了河川二字的内涵 由水质检测 嘉宁江 福江 渠江 三江交汇前的河水中 有机物质含量分别为1毫克每升 2毫克每升和3毫克每升 且幼稚嘉宁江 福江 渠江 三江的流量比为8比5比7 能否确定山江交汇后河川下游河水的有机物质浓度 这个问题对一个大学生来讲是非常容易的 交汇后的浓度就是原来各支流浓度的加权求和 其权重就是各支流的流量 这个求解的过程充分体现了分类讨论统一整合的思想 在概率分析中我们也常常面临这样的一些复杂问题 需要我们分类讨论足够解决 前面我们已经学习了条件概率 明白了条件概率就是限定条件之下的概率 其结果往往是一目了然的 当我们要求一个复杂事件A的概率 如果直接考虑 头绪较多不好下手怎么办呢 分类讨论就是处理复杂问题的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 而每个分类条件下 事件A的概率就是变成了条件概率 是不是容易获得呢 这些分类的条件概率如何重组才能回答事件A的概率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全概率公式 假设我们要求复杂事件A的概率 将样本空间分成N种情况来进行讨论 不妨记Bi I等于1 2 一直到N 同学们 关于分类讨论 要注意些什么呢 一是要分开 二是要分完 即Bi 两两复次 且Bi的和 等于样本空间 称B1 B2 Bn 为样本空间的一个破分 当然 样本空间可能有多种不同的破分 我们选择Bi这个破分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因为在Bi条件下 A的概率是容易获知的 请看 请看 PiA等于 PiOm 等于 Pi绳上 Bi的和 做分配运算 由于Bi两两复次 有没有Abi 有没有Abi 也两两复次 由复次 和的概率等于概率的和 再由全概率公式展开 这就是全概率公式 它表现的是什么意思呢 要求一个复杂事件 A的概率 如果直接求 有困难 我们引入一组 破分事件 Bi来帮助 先求A在每个Bi 条件下的 条件概率 再把这些条件概率 加权求和 其权重是什么 就是每个分类Bi的概率 同学们 全概率公式的思想 是不是正如引力中 三江交汇后的浓度计算呢 分类讨论 统一整合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 如何应用全概率 公式来求概率 某设备制造厂 有三个车间 制造同一种电子元件 根据以往的记录 有以下数据 这产品在出厂时 是均匀混合的 现随机抽取一支 求它是赤品的概率 我们不妨设 A表示 随机抽取一支电子元件 是赤品 那表中的赤品率 是不是A的概率呢 是A的概率 不过是A在不同条件下的 条件概率 于是 于是我们将产品分为三种情况 来自一车间 二车间 来自三车间 分别计为 B1 B2 和B3 其中 BI的概率 就是产能 由全概率公式 是 PA等于 A在每个BI条件下的条件概率 在以产能为权重加全球核 结果 结果为 0.012 这个例子 和三浆交汇后的浓度计算 可谓是一脉相成 三个车间的产能 对应于三条江的流量 三个车间的产品混合后的赤品率 对应于三浆交汇后的浓度 这都是通过加全球核的方式来获得的 请同学们再看这个例子 朋友自远方来参加聚会 他选择乘火车 自驾 坐飞机出行的概率 分别是0.1 0.4 和0.5 如果他乘火车来 不会迟到 而自驾 和坐飞机来 迟到的概率分别是0.5 0.25 请问他迟到的概率是多少 有提议 A 表示朋友迟到 他迟到分几种情况呢 分三种情况 我们计为 BI I等于 1 2 3 分别表示 乘火车 自驾 坐飞机 BI 发生的概率分别为 0.1 0.4 和0.5 有提议 三种情况下 朋友迟到 A 发生的条件概率 是知道的 分别是 0.5 和0.25 有了这些准备 有全概率公式 复杂事件A的概率 等于其三种分类情况下的 条件概率的 加权求和 其权重 就是这三种情况 BI 发生的概率 经计算 朋友迟到的概率为 0.325 全概率公式 是概率论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 基本公式 它提供了计算复杂概率的 一条有效途径 分类讨论 画房为简 统一整合 请同学们 通过在线练习题 深入体会 今天我们就学到这里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